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636集 秦晨轻轻地摇着头 笑着 广城公主说笑了 若是公主大人有心投靠要灭府 也不会拒绝要灭府的拉拢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算是广城公主真的告知要灭府老夫也不怕 在这广月天呢 还没人能够拦得住老夫呢 老夫这次来呢 是诚心想和广城公主你做朋友的 就看广城公主大人您乐不乐意 广月天主的确是高手如云 隐藏了许多的强者 甚至还有中期巅峰的圣主 不然秦晨也不会如此的小心翼翼图谋刺 但是秦晨也并不惧怕任何人 真要是撕破了脸皮 秦晨也吝啬施展拉手 大杀死放 将整个广月天杀了个血流成河 不是那是最后的手段 反正要灭府他都不怕 还在乎广月天吗 只是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吧 难怪 广城公主笑了 吴道兄也不必担心 这要灭府有一统冬天界的野心 但本宫是万万不会屈服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 本宫和阁下立场是一样的 不过 不知道为何 阁下会选中我们广城公 广城公主淡淡的 如果说只是因为阁下和姓书会有救 又或者看中我广城公 这样的理由 就不用说了 广城公主果然是快人快语 那老夫也就不藏着椰子了 秦城洒脱地说道 老夫选中你广城公有三个理由 好 第一 老夫斩杀九幽圣主之后 得到了不少的讯息 恐怕广城公主你并不知晓 整个广月天五大势力 除了广城公和死神宗之外 另外三大势力 红月城 龙王岛和峰回宗 都已经被要灭府给控制了 什么 广城公主等人已经 除了广城公和死神宗 另外三大势力 都已经被要灭府掌控了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 而且秦城所说的掌控 应该是完全的掌控 甚至连三大势力的首领 都已经投靠了要灭府 否则的话 广城公中也有 左荣天等被控制的太上蟑螂 但是秦城却没说 广城公也被掌控 第二 老夫和广城仙子有缘 秦城淡淡的 第三嘛 秦城双眸散发出了神光 说道 老夫听说 你广城公有远古圣主 月娥圣主留下的月神池 能够修炼成特殊的月神体 所以 想进入修炼一番而已 你想进入月神池 修炼月神体 广城公主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一下他反倒是相信秦城的目的 月神池是他们广城公的传承之地 是当年月娥圣主的闭关苦修之地 其中蕴含惊人的月神之力 就算是对天圣中旗的舞者也有巨大的比喻 能够凝炼法则 巩固本缘 只是 秦城想要修炼月神体 却是让广城公主 活于之际 神体的传承 十分的艰难 就算是他广城公历史上 除了月娥圣主之外 也无人 可以修炼出月神体 连他都差了那么意思 秦城居然想依靠月神池 修炼出来 吴道兄 不知道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我广城公 的确是有月神池 同样也能修炼月神体 但是月神体 是英属性体制 以吴道兄实力 说去修炼什么大日神体 清空霸道体 本宫倒是觉得正常得很 可修炼这月神体 广城公主 就差说月神体是女人才能修炼的了 在事实上 身体并没有限制 其实男人也能修炼出月神体来 只是一旦修炼成功 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个就不好说了 众人无法想象 秦城如果真的修炼成了月神体 成了一个散发月光之力的妖娆老者 这让人想象一下就觉得头皮发麻 这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实际上 就算是在广城公中 也只有广城公主 广城仙子 采威仙子等圣语 才有资格进入月神池修炼 其他人 那是万万没资格的 这个 就不劳烦广城公主操心了 其实老夫修炼了一门神通 正好欠缺这等 阴属性之力 就算是无法修炼出来月神体 能够吸收一些月神池的力量 也算得上是收获颇风 哎呀 至于到时候究竟能不能修炼成功呢 老夫都会站在广城公一方的 广城公主 沉默片刻道 既然吴道兄都这么说了 也罢 那本宫可以替你开一次月神池传承 不过 进入月神池传承 需要韩月灵引洞 本宫已经进入过月神池三次 在修为没有突破之前 无法再次进入 这样 姓舒慧此次突破圣主修为 也要进入月神池历练一番 就由姓舒慧 带阁下进入好了 一切 由公主大人做主 既然如此 舒慧 你带着吴道兄去月神池吧 广城公主摇了摇头 她也是无语之急 如此一来 秦晨算是第一个进入到月神池的男子 月神池 位于广城宫的圣地之中 竟然是一个洞穴深处 在姓舒慧的带领下 广城公主打开了进阵 秦晨和姓舒慧瞬间进入到了洞穴的内部 许雄等人都是有些摇头 他们以为秦晨会向公主大人索要什么呢 想不到是进入月神池啊 此地虽然神秘 而且是禁地 但几乎是广城公最顶级的圣女都曾经进入过里面 历史上 起码有上万圣女曾经进入过月神池 但除了吸收月神池的力量 修为有所提升之外 真正修炼出月神体的几乎是没一个人 甚至许雄他们那些广城公的圣主长老们都怀疑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月神体 许雄 你说这无道来我们广城宫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真是为了这月神池 带着秦晨和姓术会进入到月神池 广城公主不由得皱眉说道 许雄犹豫了一下道 公主大人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呀 不过属下也有些怀疑啊 这无道前辈的实力 既然能斩杀九丘圣主进入月神池修炼月神体的话呢 恐怕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 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取信公主大人针对妖灭府 不过属下能感受到 无道前辈对我们广城宫并没有什么敌意啊 希望如此吧 广城公主目光冷静了下来 走 去看看大长老审问得如何 要灭府 秦晨跨入洞穴之中 便是感受到了一股冰冷清凉之一袭来 侵入肉体之内 冰冰凉凉的沁人之感 好凉快 这月神池果然名不虚传 是至阴之力 刷地下 秦晨手中一抬 幽谦雪便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 晨 这里就是月神池 幽谦雪感受到了四周的力量 通体竟然是感受到了无比的舒服 体内的琉璃至尊之力 也是缓缓地运转了下来 开始自主地吞噬这里的月神之力 她的琉璃至尊体 显然是对月神池中的力量十分的吸引 还没有到月神池之中呢 滚滚的月神之力 就已经开始涌入她的身体了 陈 那广城公主 不会发现我吗 幽谦雪 担心的 没事 这月神池十分特殊 是个传承之地 那广城公主 没有进入 自然不会发现这里 走吧 秦晨大步朝着旗内走去 也不必担心什么危险 很快地来到了一方宽敞之处 里面竟然是通亮如白昼 墙壁上全部镶嵌了大大小小的惊石 一颗颗如龙眼般地 发出强烈的光芒 在洞穴中央 是一个奇异的阵法 上面各种古怪的符文 和古老的文字 那种古异传来 已经是显得有些 无数年的岁月了 而在阵法的下方 是一片池水 这池水居然是如同月光一般 在涌动 欺负我 这就是月神池吗 哗啦一声 金城三人走入其中 身上的衣袍 竟然是变得透明起来 仿佛被月光穿透了一般 游千雪脸上顿时露出了 废红之色 因为在这月光之下 他的衣服变得透明 里面凹凸有致的身材 若隐若现 充满了诱惑之力 不但是他 走在前面的广城仙子 衣袍也变得渐渐透明起来 曼妙的身材凸显了出来 不过 广城仙子已经被秦臣奴役 自然一切都会听从秦臣的命令 没有任何羞涩之意 甚至秦臣只要开口 广城仙子立刻就会放下高姿态 秦臣皱了皱眉 这所有的圣池传承怎么都一个鸟样啊 要么是不让穿衣服 要么就是直接把衣服给穿透了 唉 不过也是 顶级的传承能量都十分纯粹 不如任何杂志进入 会影响修炼的质量 秦臣三个人一走入其中 无穷的月光池便是涌动了起来 特别是幽谦雪 身上竟然是绽放出了道道光芒 大量的月神之力涌入她的身体 轰隆的一声 整片月神池像是沸腾了一般 臣上 幽谦雪吃了一惊 不用担心 这是你体内的琉璃至尊之力 在吞噬着月神之力 秦臣能够感受到 幽谦雪的琉璃至尊之力 十分之强 要远在这月神池的能量之上 所以 幽谦雪一进入 这里的月神之力就像是蜂拥一般 进入到了幽谦雪的体内 反倒是广城仙子 这个广城宫的嫡系圣女 只能吸收一些幽谦雪剩余的力量 嗡的一声 秦臣的身上 一道道浩瀚的气息也是生腾了起来 无数的月光之力 开始涌入她的体内 秦臣拥有起源之术 能够凝练诸多文明 因此 这月光之力也被她轻易吸收和吞噬 壮大体内的圣源之力 这月神池中的能量十分之浓郁 是当年月娥圣主留下的 而月娥圣主呢 虽然不是尊者 却是一尊无限接近尊者的顶级圣主 所留下的传承自然是非同一般 秦臣体内的本源之力立刻缓缓地提升着 这让秦臣颇为欣喜 自己广成功一行 果然是没让她失望 现在的秦臣欠缺的就是圣脉之力 而这月神之力 可是比圣脉之力更加浑厚的多 三个人盘膝坐着 都吸收着月神池的力量 秦臣吸收了许久 忽然站起身来 差不多了 这月神之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属于智阴之力 用来巩固本源 提升圣源没什么问题 但是想让我直接突破到初期巅峰圣主去问 确实还有些不行 必须再吸收足够的圣脉之力才行啊 秦臣开始观察四周 他吸收的月神之力已经是足够了 再吸收下去 对自己也不会有太多的提升 反而是影响幽谦雪他们 而幽谦雪和广成仙子 这都是女子 而且修炼的力量和月神池十分的契合 倒是可以一直吸收下去 依靠着月神之力进行突破 比秦臣方便多了 传闻想要修炼成月神体 必须得到月狱仙玉 而这月狱仙玉 就残留在这月神池之中 秦臣清玉 这是他从灭天圣主的记忆中得知的 要灭府对整个广月天的力量 都是了解得十分清楚 这等宝物自然不会落下 那这月韵仙玉会在什么地方 广成仙子 将韩月灵敲给 秦臣道 广成仙子立刻扭动阿娜的身姿 来到了秦臣的神前 低下头 递上了韩月灵 不容的一声 韩月灵在手 秦臣身上顿时荡漾出了一道迷蒙的力量 这韩月灵已经是被广成公主给念花 留下了一丝的力量 但是秦臣只是利用启元之力 轻轻一震 就掌控了灵月灵中的一部分力量 又不至于被广成公主察觉 当秦臣掌控一部分韩月灵的力量的时候 立即就感觉到一部分无形的力量 从这月神池中弥漫了出来 那古朴的阵法上 开始激荡出了道道的神光 一道道月光开始弥漫出来 从秦臣三个人身体中穿透了过去 嗯?秦臣哑人? 确实竟然穿透过去 秦臣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上 每一道光束都能穿透而过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筋骨血肉 还有血液蕴状 五脏六腑全都在光芒下毕露无遗 而且一道光芒穿透之后 都会觉得体内微微有些异样 似乎是在清洗杂质 而幽千雪和广成仙子身上 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 这种情况在修炼特殊体质的时候 才会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